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瞬间将您的居室点亮 即使短时间停电 大型柴油发电机也能够为整个医院提供照明 但是世界许多角落的人还都过着没有电的生活 战争冲突中 敌我双方首先要摧毁的都是对方的发电厂 以及城市的电力输赔系统 一场大海啸 一次大地震 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飓风 也可以瞬间让整个电力系统瘫痪 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电的世界里该如何生活呢 此时你能否想出发电的妙招 为自己点亮一线生机呢 本期节目 原来如此验证者 王楠 马教书 宁元 将尝试自己动手制作发电的奇妙装置 为一所小学点亮一间教室的所有电灯 这些自行设计的奇色妙想的发电装置能发出电吗 他们最终想用自己发的电点亮整个教室电灯的愿望 能够实现吗 在现代社会 依靠煤炭和石油的火力发电方式是发电的主力军 但是对环境多少会产生污染 而清洁的水力发电站虽然发电能力强 但是在铺水期往往处于停工状态 于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苏联和美国建造了第一批利用核聚变能量发电的核电站 这大大解决了几百万人的用电问题 但是一场火灾瞬间就可以将一座核电站变成杀人机器 1986年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因四号核反应堆失火 引起巨大爆炸 事故导致32人死亡 上万人因为放射物质而患病 事故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为了克服传统发电方式的各种弊端 一些崭新形式的发电厂诞生了 这些发电厂利用大自然中的太阳能 风能 潮汐能等清洁能源发电 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那么生活中在没有电的环境里 我们能不能也巧妙利用这些清洁的自然能源 为自己解决没有电的难题呢 在2014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上 王楠发现了湖北师范学院学生设计的一个利用风能驱动提水的装置 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同样利用风能 能否把这个装置改造成为风能发电装置呢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常见自然现象 微风会使人感到舒服 但是当微风发展成为飓风或者龙卷风时 它将具备强大的破坏力量 所到之处树木连根拔起 城市建筑毁于一旦 而这些正是风能强大力量的表现 风能作为一种天然的清洁能源 早已被利用起来了 荷兰在很早的时候就利用风能吹动风车来打磨粮食 在我国风力资源丰富的地方 都能够见到巨大的发电风车的身影 这些巨大的风车可以将风能转化成为电能 巨大的风车发电装置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 而王楠竟然想在实验室里 用我们身边常见的物品制作一个小金风车发电机 它的这个发电招数会灵吗 你看啊 我准备了一类发电机 咱给它装上吧 好 我看啊 在王楠和小组成员的快速改装下 发电机已经安装到了风车上 因为室内没有风 所以王楠找来了一台风扇 模拟室外刮风的情形 改装后的风车能够成功的将风能转化为电能 电量一个8瓦的灯泡吗 看看啊 8瓦灯泡 我这是12瓦电机 行吗 别放 哎 亮了 亮了 哎 亮了吧 随着电风扇的开启 大风吹动风车叶片缓缓转动了起来 不多久 接在发电机上的8瓦工炮就慢慢亮了起来 看来王楠制作的这个风能发电装置是可以发出电流的 但是他发现 接在发电装置上的灯泡时亮时暗 并没有发出持久的耀眼光亮 这说明这个发电装置的发电量并不高 这该怎么办呢 因为咱们说啊 咱这个灯泡才大了 咱要是给学校的供电呢 咱得用这种管灯 这管灯最少得40瓦 而且还是这只是一个 你一个屋不可能就这一个管灯吧 这不行 这转的 这转太慢了 如果更快 说不定能好一点 对 太沉了 要不然咱减几片 我觉得转速够了 就没准能带着这管灯了 现代化的风车发电机也就只有三片叶片 只要遇到三级以上的风就能够转动起来 风越大 转动速度越快 发出来的电就越多 王楠和小组成员认为 也许通过减少风车叶片 为风车减重是提高风车转速的好办法 他们将铁皮制作的风车叶片 从八片减少到四片 这大大减强了风车叶片的总重量 这次减重后的风车转动会更加快速吗 能否发出更多的电量呢 这一次减少叶片的风车发电机 能够稳定点亮8瓦灯泡 亮了 这还没转多快你就亮起来了 咱们这边还能快应该 这个比刚刚亮 这个比刚刚稳定多了 比刚刚试亮 对 并且也不像之前那么散 对比有稳定 这一次只有四片叶片的风车 明前转动更快了 毫不费力的就将八瓦的灯泡点亮 快速转动的叶片 使发电机的转动更加高速 从而发出了更多的点 改装后的风车发电机 发电效果似乎非常好 咱这样 咱再加一个一样的灯泡 咱看看它亮不亮 咱先把这关了 王楠在发电装置上 又接上了一支八瓦的灯泡 好 风车发电机能够将两个八瓦灯泡 同时点亮吗 亮了 又开闪了 两个也在闪 它还在加快 对对对 就稳定了 这两个也行 这一项还可以 还可以 王楠和同学们改造的这个风车发电装置 能够成功地将两个八瓦的灯泡点亮 但是学校教室里使用的是四十瓦的节能灯管 这个经过改进的风车发电装置 能够将灯管也点亮吗 王楠将两个灯泡换成了一个四十瓦的节能灯管 并在线路中安装了一个节能灯管常用的变压器 这一次风车发电机能够点亮教室里用的四十瓦节能灯管吗 好 来了 别动 这一次 无论风车转动得多么快速 四十瓦的灯管最多只是闪了一下 没有被点亮 看来目前这个风车发电装置还是无法给学校教室供电 问题又出在哪里了呢 王楠又被难住了 你们觉得什么问题 我觉得风有点小 我跟你说不是风小 我觉得我准备发电机小了 而且我觉得 你有更大了吗 有啊可以准备 而且我觉得咱这个扇叶不行 咱这扇叶我觉得还是太沉 而且对就跟你刚才说的似的 风有点小 如果风大了 转的速度更快 电机换大了 这个就能量 我们的实验是在风扇的吹动下模拟进行的 如果这套发电装置安装在室外 也很难保证有持续吹来的大风 看来这套风车发电装置还得改进才行 与此同时 马孝叔有没有发现更加有效的发电方法呢 手拿着河北北方学院学生们设计的一个装置 马孝叔被闪亮的彩灯吸引住了 只要用手拿起这个装置 就能够让上面的数个彩灯发光发亮 这其中又有着什么奥秘呢 隔北北方学院的学生告诉马孝叔 让彩灯发亮的奥秘就在于一个小小的温差发电片 这个发电装置里没有任何电池存在 仅靠温差发电片 敢用手上温度和室内温度的温差 就可以产生电流 点亮小灯泡 现如今气候异常越来越频繁 2014年 世界各地迎来了历史最异温度 一旦遭遇暴风雪 送电设施被毁坏 或者人们一外遇险 身处没有电的冰冷事情 我们如果能够利用室内外温差来进行发电 岂不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温差真的能够用来发电吗 持着怀疑态度 马孝叔想做个实验 先看看温差片所发出来的电量 是否可以将一个8瓦的灯泡点亮 走 好嘞 慢点啊 小心手 来 咱们俩已经把这个凉水准备好了 一会咱们再往里边放冰块 马孝叔准备了两个方形的铁桶 他准备将一个桶中倒上冰水 另一个桶里用热的块将水加热 把温差片放在一冰一热的两个桶中间 看看发电片的两个面 在温差大的情况下 是否真的能够发出电来 那现在咱们就让这个热的这个先加热着 这个发电片是不是要固定在冷的这一面上 对 马孝叔将温差发电片两端 涂上了导热归之 以便将两侧温度更好地传导到发电片上 为了增大温差 马孝叔将冰块倒入冷水桶中 而另一侧的温水桶也在持续加热中 发电片两面的温差已经达到了70度 它能够发出电来 并把8瓦灯泡点亮吗 这一次 8瓦灯泡丝毫没有被点亮的迹象 难道利用温差发电的招数不灵吗 我就知道我不行加热大话 那有一个小的灯泡 我准备了一个 对对对 你试试小的 看它首先得看它能不能亮 夹住了 中复机接对了吗 没有了 没有了 说明这个是可以 只不过是那个灯泡 因为瓦数太大了 马孝叔拿了一个瓦数更小的小灯泡 接到了电路上 小灯泡瞬间被点亮 看来 温差发电片确实利用温差 可以发出电来 只是发电量太小 只能点亮小灯泡 那么这个小小的温差片 究竟是如何发出电来的呢 温差片的陶瓷外壳下 包裹着一块金属物质 当金属两端存在温差时 金属中的电子 就会持续扩散 形成电流 所以只要发电片的两端温度不一样 存在温差 这个发电片就能够发出电了 而且温差越大 发电效果越好 马孝叔认为 冬天的校园 教室外寒冷到零下三四度 教室内的暖气在发热下 能够达到二十多度 这样外冷内热就有了明显的温差 利用温差片来发电 既环保又节能 应该是一个发电的好办法 可是他发现 一片温差片所发出来的电流 实在是太微弱了 该怎样做 才能够发出更多的电 点亮教室的灯呢 要不然咱用你说的那个方法 就是把它串联几个 来试试试试 在小组成员的建议下 大家将两个温差发电片 串联到了一起 按照电路设计原理 串联的两个温差片 发出来的电量 将会是之前的两倍 这一次 经过这样的电路改变 8瓦灯泡是否能够被点亮呢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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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硬是可行的 对呀 我就说可以吧 对呀 你们俩小看它 怎么不够闪 因为电压不太 因为这个贴的不够紧密是吧 只要它贴的够紧密的话 接触比较 接触的不是特别好 你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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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样就好了 两个温差发电片串联在一起 在将近70度的温差下 终于将8瓦的电灯泡点亮 看来利用温差发电的方案 勉强过关 来 难题来了 这是我正 我正在从学校卸下来的灯管 那么玩了 这个是40瓦的 天哪 这么大呀 你们觉得行吗 要想将温差发电装置 用于学校教师照顾 马校出的温差发电装置 必须能够点亮40瓦的灯管才行 两片串联的温差片 能够点亮40瓦的灯管吗 马校出在线路中 安装了一个节能灯管常用的变压器 这一次 两片串联的温差发电片 能够点亮教师里用的40瓦节能灯管吗 这次 借在发电片上的40瓦节能灯管 没有被点亮 看来 这个发电方案好像行不通 只要有足够多的温差片 它就有可能会亮 但是我觉得 咱们这个实施的过程 有点太复杂了 你想咱们如果有很多很多的温差片 就要有很大很大的冰桶 又烧很多很多的热水 一样费点 不实用 不实际 两片串联的温差发电片 所发出来的电量 根本无法将40瓦的灯管点亮 况且实际生活之中 学校教室内外温差 也达不到这次实验中的70度 温差小 温差片的发电功效就会更低 看来 想用这种方法发电点亮教室的灯 马孝叔团队找到的这种温差发电方法 也不是最理想实用的 就在马孝叔为此苦恼的时候 宁元的团队似乎找到了新的发电妙招 收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这种磨电灯 比如说这是自行车上的 然后这都是这种 通过这样就能够发电这种手电 然后 想起来就把机械能转换成电灯了 对 然后咱们看能不能想办法 就把里面这个电给弄出来 然后把这个能量 那要改装一下 那咱们就拆 嗯 好 宁元找来了各种各样的 手摇式发电灯 这些手摇式发电灯 在寻常的五金电就可以买到 在野外没有电的情况下 人们通常用它来照明 只要不停地转动手柄 灯泡就会发光 这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 一种最为直接的发电方法 既然转动手柄 就能够发电点亮灯泡 宁元有了一个主意 他想将多个手摇式发电机 连接在一起 再将每个手摇电机 发出来的电汇聚到一起 点亮更大瓦数的电灯泡 这个想法靠谱吧 宁元带领学生们 将各自的手摇电灯 进行了改装 把发电灯的电线 接出来 连接在一起 分别接通8瓦灯泡的正复级 小小的手摇电灯 能够点亮8瓦的灯泡吗 好 现在咱们这个 咱们每人拿一个 然后呢 把这个线 线给编上 小心啊 不要短路了 好嘞 那我们开始 咱一块啊 咱得一块摇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一 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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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四个 费那么大劲 灯泡再闪一会儿 随着四人奋力摇动 手中的手摇电灯 8瓦的电灯泡 终于闪出了微热的光亮 这证明 有微热的电流发了出来 但是无论几人 再怎么加快速度 灯泡还是仅仅闪了几下 没能稳定地持续亮起来 这100天 这些手摇发电机发电量太小 几个人只摇了一会儿 就已经满头大汗 累得不行了 看来 要想用这个方法发电 既费时又费力 发电效果也差 想用这个发电方案 来点亮学校教室的灯 似乎不是很实际 我感觉我这都最大 你们那几个都不行 你看 你看 是 这是自行车的摩电灯 对对 如果你说这个好的话 咱就直接把它放自行车上用 宁远发现在之前的发电尝试中 一位同学手中的车载发电机 发电效果最好 车载发电机是安装在自行车上 通过骑行中转动的轮胎 与发电机摩擦发出电来的 宁远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既然车载发电机发电效果最好 为什么不将它安装在自行车上 通过车轮转动来发电 再收集所有的电流来点亮电灯呢 这样做总比用手摇电灯发电省时省力多了 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家庭 改装了几辆自行车作为发电装置 全家人通过骑自行车发电 既锻炼了身体 又利用骑行发出来的电 维持日常生活 自行车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交通工具 利用骑自行车发电的办法应该简便易行 是否可以用来点亮电灯呢 宁远决定找一辆自行车改装试一下 自行车转动的力量比手摇发电机的力量大 产生的机械能更多 转换的电能也就越多 发电量会相应增加 这次宁远能够成功制作出自行车发电装置吗 宁远将自行车架到骑行架子上 固定的骑自行车架可以将自行车架高 从而让车轮在原地转动 宁远又在自行车的后轮上安装好发电机 这一次灯车发电会点亮8瓦的灯泡吗 行 这个发电轮现在已经贴合了 那我开始了啊 亮了 亮了 这亮度绝对没问题的 你看 跟咱平常家里用的亮度差不多 很稳定 对不对 随着宁远将自行车摇动 转动的车轮快速带动发电机转动 电源在源源不断的产生 这一次 输出的电流直接点亮了8瓦的灯泡 宁远摇动自行车的速度并不快 但是给电梯提供了持续稳定的机械能 机械能转化成为电能的发电方案 显然是可行的 但是 这个发电装置的发电能力究竟有多大呢 亮对不对 要不我们再多一个灯泡 再亮一个 再亮一个 接着 宁远将两个8瓦的灯泡接到了线路上 想看看这个发电机的发电能力究竟有多强 一辆自行车发电机输出的电量 能够点亮两个电灯泡吗 这个可能刚开始亮的那一瞬间 比第一个稍微慢那么一点点 但是一旦它这个速度稳定了 它这个亮度和持续时间都非常稳定 这一次宁远加快了摇动自行车的频率 两个8瓦电灯泡发出了明亮的光亮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直接试一下学校那种 日光灯管这样的那种 这种呢 真的啊 对 把这个先拆了 好好好 采用自行车带动发电机发电的方案 非常成功 那么这套发电装置 能点亮学校教室的那种40瓦的节能灯管吗 开始了啊 不行 没事 这一次宁远几乎用出了吃奶的力气灯自行车 自己累到了满头大汗 但是40瓦的灯管丝毫没有闪亮的迹象 难道自行车发电机发出的电量太小 不足以点亮40瓦的灯管吗 不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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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灯太慢了 我来吧 看你不行 来 来 来 小组成员认为 灯泡不亮是因为宁远灯得太慢 想亲自尝试一下 它能够点亮40瓦灯管吗 这一次换了一位体力好的小组成员上台灯自行车 在他的快速踩塌下 自行车轮高速旋转产生了更大的机械能 发电机输出的电流终于让40瓦的灯管闪了起来 难道真的是我灯太慢了吗 我再开这一样 不再这样吧 我在这 看到小组成员成功点亮40瓦灯管 不服输的宁远再次骑上了自行车 这一次宁远能够成功发电吗 预备 走 但是你发现了它是出去闪一闪的 对 好像跟我灯的快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我灯的快和灯的慢 你看 它比较活的带 它就时不时的会来那么一下 但是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通过自行车给这个灯发电 不管它持续不持续 不管它亮的效果怎么样 它至少能亮 但要稳定地发电的话 我们还要换一个更好的方案 恢复体力的宁远又一次骑上了自行车 在它的努力提醒下 40瓦的灯管再次闪住了起来 但是无论它再怎么加快频率登起 灯管依然无法稳定地发出光亮 看来 要想把教室里的灯管点亮 还需要改进骑行自行车发电的方法 明远和他的小团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王楠那边改进风车发电装置的计划 有进展的吗 你看你们那个铁片扇叶太沉 我用木头做 你这个也不行吧 并且我觉得这个木头好厚 不是 你听我说 咱们这木头不可能就这么着割上当扇叶 咱们得磨 磨出扇叶的情况 所以这得废多了吗 而且咱们这个比你那好 你那没有任性一窝就弯了 这个不会的 所以说咱就是这干嘛 跟着我干 先前王楠制作的风车发电装置 是用铁片制作的风车叶片 铁质风车太沉 即使将叶片的数量减少一半 还是转速太慢 电机所获得的机械能太少 发出的电流也就弱小 无法点亮40瓦的灯光 王楠决定继续要为自己制作的风车发电装置减重 发电厂巨大的风车发电机的叶片 是用碳纤维材料制成的 不仅坚固 而且重量很轻 王楠考虑 有没有更轻的材料 可以替代现有的铁质叶片 使用碳纤维材料太贵 制作也难 能否使用更轻的木头 制作风车叶片呢 说不定就可以提高风车转速 发出更多的点来 它这个妙想有用吗 木制的风车叶片 又该如何制作呢 什么样的木材适合做风车的叶片呢 王楠找来了寄清入牢库的棕木 它先是将棕木板切合成为叶片大致的情况 再通过挫刀和砂纸对木板进行打磨 保证叶片具有流线形状 且表面光滑 这样在叶片转动起来的时候 才可以减少空气阻力 让发电机获得更多的机械能 并最终转发成为更多的电脑 因此制作松木叶片 可是要最备功夫 可需要下大力气的 王楠最后将打磨好的三个叶片 牢牢的固定在一起 中间打孔之后 新的又轻又结实的棕木风车叶片就做好了 来 怎么样你们这个 行 这个好了 这次王楠又换了一个更大功率的电机 以便让风车转动带来的更多的机械能 转化成为电能 将风车组装好之后 几个人准备试一下这台新风车的发电性能 行 走吧 拿出试试 咱们还是在这风车咱来试试 看能不能转 你们觉得能转吗 你觉得能转吗 我举着到那 这应该太纯了 转不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应该转不起来吧 这东西 本来我开始就不想做这个情况 你非得让我做 你觉得呢 要不咱飞风四四 不是 你们这个感情都不信是不是 来 给放 你信了 看能不能 稍微给点东西转的 怎么样 别试了 别试了 咱上灯块了 试试灯块能不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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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灯包试试 来 慢点慢点慢点 来 看风机试试 给放 看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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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怎么样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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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慢动能量 我给你说我这动脚 来来来 把风扇停 行行 这个动能量 我给它拔了 这能量咱们试试管弄 我这肯定没问题 试试管弄 行 咱们试试管弄 把管弄里 来 王楠仍然借用电风扇 模拟次然界的风 为风车发电装置 提供源源不断的风力 随着风吹 木质的风车 缓缓转动开来 此时8瓦的灯泡 发出了耀眼的白光 明亮四眼的灯光 意味着经过改进的 木质液片风车 真的可以发出更多的电 那么这个风车发电机 能否将40瓦的灯管点亮呢 别着急 别了解 咱们得看边线 这个灯管的线 拍边烟气 好 给风 来 对好 猜猜咱们证能量吗 随着风车的转动 40瓦的节能灯管 能否被点亮呢 好 应该差不多了吧 不行 没亮 给它再加快 我这不应该 应该能量吗 看 下了 停了吗 又亮 看怎么样 怎么样 好 到风停了 随着风车的转动 输出的电流 竟然真的将40瓦的灯管点亮 这还只是在室内 模拟的风力不大的情况下 如果在自然环境里 室外风力变大 这台风车发电装置的发电效果 想必会更好 我跟你们说 绝对没问题 可以 你们这转的不快 能用灯 因为咱们这换了 咱们电机换了 我跟你说 这个绝对没问题 对对对 我就抱着他去小学了 好 谢谢你们这方案 走吧 嘿嘿 看来 王楠同伙伴们的发电装置 似乎可以尝试着 安装在校园里 用来给教室的电灯供电了 而此时 马孝珠和同伴们 有没有想出好办法 来解决利用温差发电片发电 电量不足的问题呢 就在这儿吧 行 行 今天的风有点大 咱们表面能聚集起来温度吗 咱们先给温差板先贴上 马孝珠的小组 找来了一块巨大的太阳能板 太阳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在许多光照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都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设施 太阳能板就是利用太阳辐射能量发电的装置 在发电过程中 板子会在太阳的照射下逐渐升温 马孝珠的团队发现了太阳能板的这个特性 他们产生了新的想法 可否利用太阳能板发电过程中 产生的高温和冬季室外的冰冷气温 自动形成的温差 使用温差发电片来发电呢 咱们这回啊 把这个背面整个贴满了 因为我估计这个温差可能达到不了实验室那么大 实验室里面那么大 所以咱们尽量多的贴 经过测量 太阳能板和室外的温差最多才20度 根本达不到新前实验室里面将近70度温差的发电效果 为了发出更多的电量 马孝珠的小组想出了个办法 他们决定增加温差发电板的数量 在太阳能板背面 贴上了将近100片温差发电板 他们希望这样可以聚集更多的温差发电板 发出的微弱电流 来最终点亮40瓦的灯管 这个办法会揍造吗 行了吧 差不多 不行 我手就没有直觉 买一乱 小明公 站了几步 72 89 72对 9组72个 差不多吧 我觉得 咱先试试 要然手真是没直觉 咱们买到那个太阳底下 为了让太阳能板发热 马孝珠将发电装置转移到阳光直视的草地上 并将40瓦的极能灯管连接到发电装置上 这一次 40瓦的灯管会被点亮 能显示吗 我得还稍微离它稍微远一点 晒了一下是吗 亮了亮了 好 放这边 它能持续供电吗 这说明我们成功了呗 对 成功了 好了 这样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理论变成实践 那我就把这个板子带到这个打工自己学校 看看能不能真的放通发电 好吗 好 来 帮我拆下来吧 我得去看看小明王男怎么样了 这一次 太阳能发电板和将近100片温差发电板 共同组成的发电装置 轻而易举带 就将40瓦的极能灯管点亮了 看来这套发电设备似乎可以直接拿到学校安装 并进行发电工作了 在王男和马孝叔的发电团队都成功对自己设计的发电装置进行不断改进 并获得稳定的照明电流的情况下 宁原还在绞尽脑汁改进自行车发电设备来增加发电量 之前的实验方案呢 我是用车轮带动这个磨电灯 然后想把这个灯泡点亮 但是它只是闪了闪 没有长亮 所以我又从网上 哎呀 这个大家伙 这个功率显然要比它要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拿车轮带它 是能够把灯泡点亮的 宁原准备安装一个更大的发电器 它想用自行车驱动这台更大的发电器 以便将灯车的机械能更多地转换成为电能 增加发电量 这次它将自行车安置到了一块木板上 用螺丝将发电器也牢牢固定在木板上 用一根星链条将两者连接到一起 只要自行车后轮转动 发电机就会随之发电 换了大功率的自行车发电机 能够点亮40瓦的灯管吗 行吗 好 开始灯吧 好 我开始了 闪闪了 怎么还闪啊 因为你速度很快 这个频率比之前的频率要快了 那你不再快点 啥啥啥啥什么 疯了 疯了 那也烧了 发电机 发电机掉了 然后这个东西也烧了 这一次由于自行车链条的拉动力量太大 导致另一端的发电机竟然从木板上被撕扯了下来 这该怎么办呢 这个木板这个方案是我在每一次使劲的时候 每次往前涌的时候 都是一个往前拽的一个劲 对 那如果木板没有钉死在地上的话 它就会不断地被这样带起来 对 所以这个得发现更坚固 咱们得增强它的钢性 整个这个东西让它变成一个稳固的一体 换成钢架 看来 蒋要使用这条装置发电 就要做一个更加牢固的架子 固定住发电机才行 宁愿将钢管切得成为合适的尺寸 在电焊师傅的协助下 很快就焊成了一个牢固的铁架子 将自行车和大型发电机在铁架子上固定好 他觉得这一次发出来的电 肯定能够点亮40瓦的灯管 银元将发电机牢牢固住到铁架子上 我能试一下 他觉得这一次利用自行车滑电 肯定能够点亮40瓦的灯管 结果会如他所愿吗 好 我这边好了 好 准备开始吧 开始了 很稳 亮了 亮了 能够有持续的那种亮光啊 这一次自行车和发电机在铁架子的固定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随着车轮的转动 40瓦的灯管频繁地闪烁着 眼看就要大亮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 对 对 什么 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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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 别动 别动别动 什么情况 什么味儿 变压器烧了 变压器烧了 冒烟了 哎呦我天 变压器烧了 有个烧焦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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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烧糊了 烧了 电压过大是这个 对 这是电压 说明电压足够大 然后刚才我的骑车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灯啊 就一直频闪 对 说明这电压虽然大 但是不稳定 对 那怎么办 我相信王岚那边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去看看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电路中的变压器竟然烧了 变压器被烧掉 通常都是因为瞬间电量过大 超过了仅额定刻载导致的 这证明了明远的这套自行车发电设备 肯定是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电流 才导致变压器不胜负荷被烧毁 看来 只要换个更大功率的变压器后 明远的这套自行车发电设备 也可以直接带起学校安装 进行现场发电验证的 此时王岚的风力发电装置 马孝叔的太阳能集合 温差发电板的发电装置 和明远的自行车发电装置 都已经准备完毕 他们决定将发电装置 按照到北京郊区的明远打工子的学校 看看他们自行设计的发电设备 究竟能否成功点亮整个教室的节能灯管 怎么样啊 你看啊 太阳能了 看我后面贴了多少的温差板 我感觉你这个很成熟 是啊 我这个已经成功了 你们俩呢 我这个还行 我这是风车 带着竹青亭准备跑 你看 你看 怎么样我这个 然后呢 然后就发电了 别说别人 我问你 他有太阳能 我有个风车 你弄个自行车 准备跑 准备跑 这也是没发电装置 准备跑啊 你们别笑话我啊 一会我做完以后 你们看了再说 对 对吧 有人笑着你了 你们支持哪个队啊 好 还有能够我来 走 还有能够我来 马校叔三人的发电设备 立刻引起了学生们的好奇 三人准备分头 将自己的设备安装好 看看他们的发电设备 究竟能否成功点亮 整个教室的极能灯管 这间教室里 有九根极能灯管 原前验证者 各自的发电装置 点亮一根灯管 都费了很大的力气 如今三人合力 想要将教室里的九根灯管 全固点亮 他们能成功吗 行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 王南和马上叔的东西 就是王南那个发电机 它做了再大再漂亮 没有用 今天没什么疯 但是马上叔那个 我听他说 他能把那个灯炮点亮 我这认真真做半天 我只能让灯炮闪起来 不行我得再想想办法 这个不能好不容易做的东西 之后掉链子 宁元很快将自己的自行车 发电设备安装好 但是看到王南和马上叔 带来的发电装置后 他有些坦克了 他悄悄的来到了学校的一个角落 宁元想要做什么呢 你好 你好 那个我是装电视台 原来如此栏目组的 我叫宁元 我之前在你那买过自行车 然后呢就是我们是想给这个希望小学啊 用自行车来给他们发电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自行车呢 就是他这个发电量啊 他这个一辆自行车发电量有限 我现在就是看能不能咱们这边 能不能提供一些 多提供一些自行车 然后这样产生电流大的话 就能给学生发电了 原来您原觉得自己一辆自行车发电装置 所发出来的电量 远远比不上王楠和马教书的发电装置 情急之下 他给自行车厂商打去了电话 想再多复制几套这样的自行车发电设备 他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吗 就这儿吧 行 来 工作人员 来 宁元打工子弟学校操场的另一边 王楠正在和工作人员一起 将自己的风车发电机树立起来 这是风车发电装置第一次接受自然风的考验 他还能够像在实验室里那样顺利发电吗 王楠带领工作人员将风车安装好后固定在铁杆上 为了避免铁杆倒塌砸上全盛 王楠还用四根钢丝将铁杆牢牢的固定在地上 王楠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 但是令王楠沮丧的是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几乎没有什么风 这种情况之下 风车发电装置还怎么有效发电呢 来了 哎呀你们可可来了 哎 你好你好 你们拿来多少辆子 20辆 20辆 20辆肯定够啊 自行车行许诺的20辆自行车的赞助终于如愿到来 望着堆成小山般的自行车 刚才还没开眼笑的宁元瞬间愁眉苦脸的起来 原来新到的自行车是从库房里直接拉过来的 每一辆都是被拆散放置在纸箱中的 想要用自行车发电 就要先将这20辆自行车拼装起来 而在自行车行 一位熟练的工人也要花费20分钟才能够将一辆自行车拼装好 宁元只好找来拍摄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 开始了拼装自行车的工作 组装完自行车后 宁元已经没有时间在每一辆车上安装大型发电器了 只好用之前的车载磨电器代替大型发电器 他坚信自己的发电装置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发出来的电量加在一起肯定会不少 但是结果真的会如他所想的那样吗 相比宁元的忙碌 一旁的忙笑书就舒服多了 他直接将自己角组制作好的温差太阳能板 找了一个向阳的位置 稳妥的放置好 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不管我的方法是不是最有效的 但是他必须是最快速最清洁的方法 因为我看他们估计还得一会儿 我去帮忙吧 此时马校书和王楠的发电装置都已经可以平稳发电了 但是宁元的20台自行车发电装置迟迟没有安装好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 而没有阳光的话 自己的太阳能发电装置也就失效了 马校书渐渐着急了起来 好了吗好了吗 这太麻烦了 一个一个尖 小妞 快点啊 你看这太阳马上就落到楼后面 就发不了电了 太麻烦了 你这什么也能这么多 我跟你讲 你俩设计都有点缺陷 你要是我没有太阳怎么办 你要是我没有风怎么办 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块确件池 你早说 浪费了多少电 原来宁元早就想好了解决办法 他提前准备了一块空的车载蓄电池 想把大家发出来的电都储存在蓄电池里 蓄电池能够随时收集三个发电设备发出来的电 并且将电储存起来 这样一来大家发出来的电就不会被浪费掉 而且随时都可以取用 来来来来来 你要放哪 咱们把所有电全接这个设计池上 行 一会你们两个 咱们把所有车子和你们发现机 风车全给接一块 行 接好 这个就跟银行似的 咱们把电零存争取 零碎的存储店里头 对 无意试用 对 学校想什么时候用做什么时候用 他别笑话咱俩 他人家脚也不可能24小时都 就是 是吧 行了 别对话 先帮你安好 想要将整个教室的九根灯管都点亮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应该验证一下 三种发电装置所发出来的电 是否真的都能够顺利续集到蓄电池中 宁元想了一个办法 他找来了一盏拍摄用的大功率电灯 这盏灯有300瓦 接近于教室里9根40瓦节能灯管瓦数的总和 只要先把它点亮 才能证明发电装置能给空的续电池顺利续电 并且所发电量足够点亮9根灯管 宁元和王楠将所有的线路接好 准备开始骑自行车给空的续电池充电了 人太多了 咱先排成两组 分成两组 大有个牌子 来来来 验证者三人将围观学生分成两组 他们有序的安排一个个学生骑到自行车上 宁元又仔细地检查了骑行学生的安全状况 确保一切妥当 这些发电设备能否点亮300瓦的电灯呢 现在我们要用三种方法同时发电 第一个是我的太阳能板 第二个是我的风车 第三个是自行车方针 好 准备好吗 同学们相信哪个发电多 发电多 太阳能 来吧 反正咱们都会把三种电都续在那个续电池里 对 大家每一个自行车后面都连了一根电线 咱们把所有的电啊 全都续到前面那个黑盒子里面 一会咱们这个黑盒子续完电以后 就可以给上面那个灯供电 咱们一块努力好不好 好 灯能不能点亮 好 好 三 一 走 随着明媛的一声令战 验证这三人带领十几名学生快速驱动自行车 电流源源不断的储存到了空的续电池里 此时马孝叔带来的太阳能温差发电瓶子 和王楠制作的风车发电装置 也都在为续电池稳定的充着电 大家期待的三百瓦电灯能否被点亮呢 什么时候才能亮啊 满河来 你以为是太容易啊 我觉得咱们这么多人 应该很快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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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骑行发电已经进行了十几分钟 但是三百瓦的电灯丝毫没有被点亮的迹象 是因为线上的发电量不够吗 多长时间了 什么时候才亮啊 小朋友们 满满的坏的小朋友才亮 还有不怕 三位演讲者更换了一组体力好的学生 继续齐心发电 这一次连小学校长都参与进来 为我们的发电处理彭力 随着发出来的电越来越多 三百瓦的电灯能够如愿被点亮吗 小姐 怎么办啊 这么灯都不行 小朋友们都着急了 都问我怎么还不亮 这要不亮 这要不亮 教室灯怎么样 现在天已经快暗了 咱们试试 不让他们下来 咱俩还得接上去灯去 他们还不如咋的 走走走 那换一换吧 马孝叔三人再次回到自行车上 他们认为还是骑行时间太短 锯电池里的电量不足以点亮三百瓦的电灯 他们还需要收集更多的电量才行 骑行还在继续 风力发电装置和太阳能温差板 也在时刻将电流输送到锯电池中 三百瓦的电灯会如愿被点亮吗 终于在现场所有人的努力下 明远准备的三百瓦电灯 为大家齐心协力发出来的电点亮 这说明三人的极能环保发电方案 在校园中是可行的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 续电池终于被验证者安装的发电装置 发出来的电充满的 原来如此三位验证者挑了一个教室 让学校的电工师傅帮忙 把续电池接到了教室的电路上 接下来就是要见证发电成果的时候了 来 三 二 一 随着一个个开关的打开 教室里的灯管一排排全都亮了 请 三位验证者 为学校古充发电的想法 终于变成了现实 谢谢大家 本期节目 原来如此验证者通过各种其次妙想 制作的发电装置来发电 王楠带领他的小组 制作了一个风车发电设备 马孝叔与他的小组 制作了一个太阳能温差发电设备 而宁元与大家一起制作了十几个自行车发电设备 三人将发出来的电汇集到一起 成功地将整个教室的电灯点亮 实现了他们的发电梦想 人们从未停止对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更加有效的清洁能源利用技术 将出现在我们身边 还有更多新奇的发电妙招 等待着我们去不断发现